貼了這款貼布之後 你真的就會沒辦法貼 別的 對 對 你知道我們自己都上網 囤了好幾箱 我們貼布裡面很厲害 它裡面有石墨烯 對 然後就是除了石墨烯 它裡面還有薑 馬鈺蘭 然後那個薰衣草 然後就是裡面很多很多精油 就是幫你去排酸 排痛 然後卡住的地方把你推開 因為只要你覺得有酸痛的地方啊 或者是你覺得那個地方比較緊繃啦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試試看這一款貼布 因為這款貼布跟以往 我自己在使用貼布上面最大不同就是 它真的是可以把你身上的濕氣給拉出來 對 然後其實當你身上部分的濕氣被拉出來的時候 身體它其實會有自己修復的機制 你越給它一些這樣子的協助 它就越能夠幫你去自我修復 你那些局部的疼痛感 像我個人的話 我其實就是汗比較難流出來 我都一定要去做那個 汗蒸木 蒸氣 就是那種蒸氣的 可是每次蒸很熱 然後我心臟又不是很好 我很常容易就是熱一下 又想讓它出汗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肆域神經失調什麼 就又不舒服 所以我其實很仰賴這個貼布 對 然後這貼布的話我覺得 就算它沒有吸出水氣 我覺得也沒關係 就是有時候我真的身體是太疲勞 就是真的是酸痛 像我的腳有時候如果走很多路 我就是貼完它其實也沒有什麼水氣 就代表你就是太疲累 太酸痛 對 那像如果我是因為感冒身體不舒服的身體痛 我就會發現就會有水珠 對 所以我覺得它蠻特別蠻神奇的 就每個人不一樣 它想像它其實是一個靜態的按摩 對 因為我剛剛在直播想說 我才在按那個莎莎的肌肉 因為我們 我們人的放鬆其實有分很多個階段 有些時候是大面積的放鬆 有些時候是一些細部的地方的放鬆 有些時候是肌肉跟肌肉之間夾縫的地方的放鬆 所以其實要放鬆的程度跟部位 還有那個力道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貼布其實是有點像是那種 很細微很細緻的去幫你做一些局部的鬆狂 就把一些那些裡面堵塞的東西 慢慢的細緻的去把它拆解之後 然後你這邊稍微比較舒緩之後 你整體的狀況才會順 對 然後貼在頸部可以貼多久呢 其實我通常都建議大概3到4個小時就拿下來 那如果你是像我們濕氣很重的 它如果已經快搖搖欲墜你就把它拿下來吧 對啊 就代表它其實就是已經幫你吸出你的寒氣 對對對 很多東西就是不要貼太久 因為如果你貼太久的話 其實對你的肌膚來講都是一種比較悶 不要悶住它 我覺得3到4分鐘我覺得差不多 而且其實真正好的東西 你差不多這個時間就可以看出效果了 真的嗎? 那我看到嗎? 濕度濕 我的媽 你的脖子上也都是水 脖子上面都是水 上面也都是水 因為這個它的溫感其實是會讓很多痠痛 像我也是膝蓋有問題的人 我平常不只擦這個小野花 我還會擦那個鬆軟的這個 然後我有些時候比較難 那3個都要買 有些時候你比較難 你沒有力氣幫自己推的時候 我就是直接協貼布 對 我覺得這整個一定要買喔 你要叫我選擇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覺得所有的商品都是適時適地的使用 對